曾經說各位所見呢 這是很明顯可以看清楚的 一張牌剛好可以蓋出一個硬幣 對 接下來我要做什麼呢 瞬間移動 讓這個硬幣從這邊跑到這邊 怎麼可能 仔細看 這裡還有一個 對 仔細看 抓起來丟過去 就這麼簡單的動作而已 你會發現硬幣有機會 就位 手過來 假裝抓一下 自己翻開 不可能 不可能 開始教學這模式 首先我們需要準備4枚硬幣 還有4張撲克牌 隨便什麼牌什麼硬幣都可以 然後我們就跟觀眾說 這4枚硬幣呢 每一張牌剛好可以蓋住一個硬幣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就偷偷的在我的右下角這邊 硬幣就被我偷過去了 他是怎麼偷的呢 就是這樣子 你看把他推過去 直接呢就這樣子把它拿起來就可以了 對吧 一拿出來就到這邊了 OK非常的簡單 以後就說打開來給觀眾看 我要把這門硬幣呢 對吧你看這邊你把它偷過來了 塞到這邊來 把這門硬幣變到這邊來 觀眾說不相信 不相信對吧 好那我們就把它拿過來 就這樣子蓋上去 打個箱子一下就過去了 好 再把硬幣偷起來 如何讓他 這樣子也看不到硬幣呢 就是這樣子 直接這樣子塞進去 然後做一個旋轉 他就看不到了對吧 再來一次你看 直接插過去 這樣攤開來 觀眾給觀眾感覺好像 正面看得不到 背面也看不到硬幣一樣 好再給他放回去 然後跟觀眾說 這邊還有一個對吧 還是一樣 同樣以此類推 就這樣子拿起來 也是一樣 塞到這邊來啊 正面觀眾看不出來 我們偷偷的把它這樣子 放進去 甩一下 就不見了對吧 好這邊呢 最後這邊沒有了 我們可以跟觀眾說 讓你自己假裝抓一下 一丟過去 他當然就跑過來了 是吧 非常簡單 好非常的簡單 看不懂的朋友 可以多看兩遍 好嗎 好嗎 谢谢观看